台北市長蔣萬安參加記者會 一上台就說今天主角不是他 是他胸前的這一隻 身為三寶爸 他積極打造友善生養環境 替天媽媽們懷胎育兒辛苦 推出好運 土育專車補助 首創全國金額最高8000元 期間最長 讓所有懷孕的媽媽 一直到生產後6個月 都可以免費搭計程車 其實今天主角不是我 是我胸前的這一隻 當然很開心能夠帶著三寶 來參加這一場記者會 其實今天我們正式跟大家宣布 7月1號就要上路的 好運愛心專車 我們定名為好運 to you 好禮 for you 怎麼說呢 我們希望提供最優質貼心的孕菌 來助所有的媽咪都有好運氣 那其實大家知道我是三寶爸 三個孩子的父親 當然一開始我看著我太太 從懷孕到去產檢 一路到生產之後照顧baby 其實每一位媽咪都非常的辛苦 我想從身旁陪著太太 生三個孩子完全能夠了解體會 所以我們為了營造台北市 成為一個更友善移居貼心的城市 所以我們上任之後 積極的在研究怎麼樣 能夠讓我們的媽咪能夠更安心 更放心能夠願意生願意養 所以我們推出了孕婦好運專車這個服務 有四大量的四大好禮 第一我們首創全國金額最高 也就是8000塊 讓所有懷孕的媽媽 一直到生產後六個月 都可以免費搭乘我們各個計程車 那我們也跟很多的計程車隊 計程車業者合作 涵蓋大概全台北市有14000多台 所以金額最高8000元 第二 期間最長 也就是媽咪從產期那一刻發現懷孕 開始一直到你生產後 六個月都可以使用 其他縣市大概是到生產就結束 我們其實有聽取很多媽咪給我們的建議 因為其實生產後 媽咪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 也還會需要帶著Baby去檢查 去看診打疫苗 甚至做很多的嬰兒用品採買等等 所以我們把期間拉長 到廠六個月期間最長 第三 申辦方式最方便 最多元 台北市我們是首善制度 我們因應現在這個資訊化的社會 我們提供讓媽咪從懷孕那一刻 不只是可以線上申辦 實體我們台北市12個行政區 都可以不管到區公所 到社福中心 健康中心等 零貴辦理 更重要 也就是我們跟很多醫療院所合作 也謝謝我們這些醫療院所 共同響應 媽咪只要去產檢 第一次產檢 發現懷孕之後 就可以在該醫療院所申請 會幫你線上登入資料 然後馬上申請成功 我想這個非常的方便 第四個好禮 也就是整個服務非常貼心 其實這一次我們在 推出這個好運專車的方案 我們各局出大家 共同討論的非常多 我們也參考其他縣市的做法 我們好的我們把它加強 那我們有其他縣市遇到的問題 我們設法解決 蔣灣也在現場 透過台北通APP預約叫車 見面直覺性使用非常方便 所以今天很高興 我們正式跟大家宣布 7月1號就要實施上路 我們希望所有的媽咪 從懷孕內科開始 就能享有台北市最貼心的服務 我想不管是台北市外面下大雨 或是夏天炎熱的太陽下 其實能夠提供這樣子免費的 專車接送 我們都非常高興 同時也要謝謝車隊的配合 我們這一次在溝通過程 也特別請車隊未來派車 我們會要求車內是無菸的環境 另外我們也請駕駛確保 整個行車的舒適跟安全 我們希望在細節都做到最貼心最完善 其實我要在這邊謝謝我們社會局 主導整個政策的規劃 也謝謝包括民政局積極的協助 同時也非常感謝資訊局大力的協助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把系統架接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個小故事 其實資訊局這次我們一位同仁 他在負責整個UNUX就是使用者體驗 他自己也是一個年輕的馬咪 所以他可以透過馬咪的視角 來看整個服務的流程 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好 小細節都有想到 這是從馬咪的視角 所以非常的感謝 同時也謝謝我們衛生局 積極的協助我們跟各醫療院所 來談合作 所以目前我們合作的所有醫療院所 它涵蓋所有台北市過往去產檢 或生產的有大94% 未來會更多 所以也謝謝我們交通局 公運處大力的協助 我們很快速的跟我們車隊的夥伴 馬上加接 一起把這樣的服務做得非常的完善中嚴 好運媽媽們除了產檢外 也方便搭車購買備孕及應幼兒用品 產後回診也適用 補助簽約車隊有12家 合作共有1萬6千台計程車 透過APP派車簡單又快速 歡迎運媽咪們7月1號開始就可以申請這項便民服務 記者汶君臺北報導 前方的攝影鏡頭露出汶台的嚮嚷